為何要用門線做魚蛋 而不使用其他魚 因為門線是主力魚 要防魚蛋, 打魚蛋 一定要有門線 魚肉做出來的魚蛋會比較漂亮 會彈性, 還有白身, 乾淨 做出魚蛋很英俊 對, 沒錯… 這條門線有皮和骨頭 對… 現在就這樣做了肉 你將會做多少款的魚蛋 大陸的食材通常都是魚片 白魚蛋和鮮頭 鮮頭 魚骨通常是用來熬湯 所以不用浪費了 門線多肉, 有韌性 而且供應比較穩定 相當適合做魚蛋 別看這對子弟那麼年輕 他們的湯魚和刮魚肉的功夫 都做得有板有眼 湯好魚, 把魚肉都蓋好 就可以打魚漿 首先把魚肉攪碎 然後放進機器上不斷攪拌 把魚肉攪成魚漿 真材實料的魚蛋 不會加粉和漂白 絕對是百分百的醇魚肉 你攪拌得很好 你的魚漿攪拌得很大 漂亮嗎 漂亮 像啫喱一樣 放冰在一起攪拌 為甚麼 保持冰身 我看你這個盆下有冰 即是把肉質保持在溫度 對, 保持新鮮 放冰在一起 劉先生, 剛才看到你加了一些蛋 為甚麼要加?是甚麼蛋 鴨蛋 特別香味 因為加了蛋 會更滑和香味 聽說你在做… 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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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做蛋糕一樣 但這個碗煮的時候 也有奧妙的東西 是否奧妙 如果魚肉刺刀不均勻 它就會起焦泡 原來這麼冷 其實應該很重 冷靜的那一刻 重… 其實冬天的時候很… 冷得手也不會觸碰 手也會爆發 冬天時又冷 那個… 我們煮了魚蛋就容易 也可以吧 對, 行了, 很漂亮嗎 行了, 很漂亮, 好 煮完魚片, 剩下的魚漿 可以放進機器裡 擠成一盆一盆魚蛋 然後再逐盆放入暖水 慢慢加熱, 讓魚漿凝固 這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個半至兩小時 細姐, 這裡你放了這麼多盆 水溫有影響嗎 會否因為多, 要熱一點才行 不會, 慢慢熱 慢慢熱, 現在多少度 現在30多度 30多度 對, 一直看到就可以了 萬一, 例如走漏眼 太久了, 溫度過高了 那會怎樣 那就變粗了, 如果變粗了 不要變粗了 現在已經有點… 現在已經有些粗了 不是, 現在已經熟了幾條 這條是小條的 能夾到 來到差不多清晨5時 魚漿已經完全凝固 就可以脫開不鏽鋼盆 之後將魚蛋浸冰水保鮮 而做魚片就要切成一片片 最後放進準備好的油鑊裡炸 油都彈出來了 炸起來特別脹 那邊離開菜… 有很多款式 很熱, 但越熱越好吃 魚蛋的魚味很濃 吃下去, 雙鮮炸起來很脆 很脆嗎? 看更多TVB精彩節目 歡迎詢問國電視平台 訂購優惠 1877-893-8888